家寮洋的 家寮洋的 我家寮洋团儿普 团儿普我老去 这是购物啊还是旅游啊 反正去也得多少买点啥 我是六八年的 你呢 我是我六六年的 苏玛的 我一个女儿结婚了 一个女儿挺好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女嘉宾的感情经历 都说男人是百炼钢 女人是绕着柔 每个坚强女人的背后 都有许多无奈和稀酸 我们那个年代吧 不像现在的年轻人 他恋爱了就来一起住了 就失婚了 等我们结婚了以后 我才发现 他有先天平常的跌尖 账户身体悦 干不了众活 就意味着家里家外的事 几乎都有我来承担 当时的我 只是刚刚记住 婚姻的小女孩 这样的命运落在我的头上 我该怎么办 质问她家混钱隐瞒 还是怨天尤人 所有的抱怨都没用 我必须把这个家扛起来 我是很传统的女人 既然嫁给了这人 有了孩子 我就想跟她走到最后 遗憾的是 白头偕老 愿望还是落空了 十三年前 她验病去世了 她去世以后 婷多言跟我交的对象 都被我拒绝了 那时候我有个男孩 大到谁家负担多重啊 直到三年前 儿日结婚了 我才觉得我的任务完成了 终于能为自己考虑的 其实你嘉宾 您的遭遇跟男嘉宾 他差不多 你看男嘉宾 他的妻子是跟他隐瞒了年龄 你的丈夫是跟你隐瞒了身体 对 对隐瞒他身体 状况的事 影响到你的婚姻了 影响到了 是因为他干不了活 给你的正常生活 造成了影响 还是说你觉得他骗你了 给你这个心理造成了影响 这个双方面都有 但是有等我治到的时候 已经怀孕了 但是我也不也许说不要这孩子 就是为了孩子 我也就说也先来 因为我没有勇气去离婚 因为老公有病 舍不得愣下 孩子那还小 愣下了个爸爸生病 领个孩子 以后这家就是破裂了 也有挺多人 只可闷叫我离了吧 这种意思什么时候是头儿 我说等孩子上学就好了 孩子上学了 因为孩子大了得好了 上初中就好了 上高中就好了 结婚就好了 还没等我儿子结婚 他也就没有了 那感觉是怎么样 你如果这么好 就照顾我 就是不好 就我那样好一好 我都得这么理解 所以为什么你认识生活 感觉那时候是好的 对 而且现在他是弱势情形 他感觉有欺负他了 对 如果他有缘 也有缘 现在你在走偶的话 需要对方跟你交代一些什么事 在我咱俩在一起以前 你的过去我没有参与 你的以后 你要什么隐瞒我了 再继续了 喝着是骗我喝着 你这我不能原谅 一次都不能原谅 哪个事 所有的事 因为你就 哪怕说你借你去回你妈家 说你想给他500 但是觉得没有钱 我这就说处在家借500 我给他一钱 这事你可以跟我说 你说我拿500个手 拿一钱 你看看 你得跟我说 即使你这事做错了 回来你得说 说出来 你不能个会儿 到老是觉得 我是像外人似的 因为咱俩是一家人 咱俩以后要共同自活呢 反正我觉得的话 我就是从来就不想撒谎 包括我这微信上都不撒谎 我也不需要不想让别人撒谎 我们来再看看 密室女嘉宾怎么想 来 杜丝言 我是三号女嘉宾 我想问一下 咱男嘉宾之前的婚姻呢 就是因为女方也蛮年龄了 我想这年龄的事能接受不 我讲的不能接受 不应该隐瞒 应该实话实说 我讲是道德上问题吧 这个很关键的 这个 如果真的这个 比如说对方是离异的 他有一天坐在那儿跟你聊 哎呀 那天我看着我媳妇呢 还没找人家呢 还是孤身易容 丑挺可怜的 我去哪天呢 看看他去 这事跟你说了 能接受了不 能接受啊 但是必须得我跟他一起去 他自己不能去 必须他在场的 你不会觉得不舒服 你看你跟我在一块过了 心里边还想你能前妻干啥呀 可能啊 那也有多种怨言吧 可能要是像你说有病了 最为言道 最为感情良要好 那我可以一起跟他去看他 比如说这件事 你不要隐瞒我 对对 不要撒谎 不要隐瞒 好的 谢谢我们的女嘉宾 其实在婚姻生活当中 你说撒不撒谎呢 其实善意的谎言 往往是需要的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不希望对方 那么的痛苦 那么的难受 可能是撒了一些谎 但是像你刚才所说的 婚姻之前的那种重大的疾病 如果没有告诉对方的话 实际是触犯了一定的刑律的 民法典当中的1035条 就这样规定 如果要是一方有重大的疾病的话 一定要在婚前告诉对方 这样的话 才是属于对婚姻的 这样的一种负责任 否则的话 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来撤销这个婚姻的 所以两个人在一块接触的时候 我觉得是非常有技巧的 即使是婚姻最亲密的人 在说话和做事上 也要经过大脑 有很多时候 你所想象的 未必能够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所以夫妻的相处之道 也要聪明二字 我还能够得到你